我覺得不需要去否定那些過往 那些都是真實存在過的 那些感情 那些走不過的每一步 都是真的 請看一下這個字面 哇 哇 尤其今晚的天氣 加冰天啊 哇哇哇哇哇 會不會很驚訝喔 我覺得 大家就會覺得嚇一跳 因為之前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感覺好像 他們就是可能鬧脾氣啊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他們都已經雙方各自發表聲明了 然後我相信他們都是成熟的人 一定也是雙方 深思熟慮過才會做這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就是祝福他們 但是我覺得不需要去否定那些過往 那些都是真實存在過的 那些感情 那些走不過的每一步 都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祝福他們這樣子 那些願意就是婚姻中的婚姻 有什麼關係 有時候更好的方向啊 好 我知道你們有沒有說什麼 婚姻之道什麼 我其實沒有什麼 我不是什麼專家 我也覺得我沒有那個資格去跟大家分享 我的婚姻之道是什麼 我只能說 婚姻中兩個人就是他們都會有自己相處的模式 自己找到自己一個合適的方法 然後我很幸運的是我先生跟我們都是會溝通的人這樣子 所以就是珍惜 珍惜 然後未來怎麼樣也就是未來再說 可是當下現在的我們能夠珍惜就要好好的珍惜 我們都會主動說啦 我們都會主動說啦 彼此都有 不是只有他 我們彼此都會 我們兩個只要聊到禁寶的教育這些 都不可以 我們兩個只要聊到禁寶 都滿是愉悅跟欣喜 就是我們很幸運的是 這個小孩實在是太像天使了 然後太好玩了 太有趣了 我沒有欸 我其實說真的我就參加過他們婚禮 後來他們的聚會什麼的 就幾乎沒有什麼遇過 對啊 沒有我覺得這種時候不需要啊 有時候不過度的關心就是最好的關心 對啊 然後我也希望 就是媒體朋友們也可以秉持著一個這樣子的心情 因為我相信大S跟你們也都很熟了 然後大家也是看著他們長大的 所以也就是給他們一些空間吧 你們不熟 啊你少年假啦 哈哈哈哈 蛤 跟我比較熟是不是 那就聊我的事情就好 不要一直聊別人的事情 奇怪 耶誕節在彰化啦 彰化還在哪裡 阿屎 哈哈哈哈 真的呢 跟我比較熟一直聊大S 你已經 突然覺得自己應該選李掌伯有沒有 什麼事情都跑來問我